从昨天开始 推上掀起了一股探寻鸿门 甚至是志工党的渊源的这么一股蜂草 我看到很多人做了一些介绍 甚至有一些视频 我觉得已经走向了两个极端 你不管是有些人发的推文 说他们是黑社会也好 或者说有一些夸大其词的视频 含混的介绍了1904年发生的孙中山事件 那么把鸿门尤其是志工党 抬到一个非常高的这么一个革命圣地的 这么一个地步 我觉得这个东西它不能细说 如果要想搞清楚它 其实是可以慢慢的看一看 我觉得大家如果能静下心来 花不了多长时间就能搞清楚他们之间的关系 没必要一拨人把它捧成这个革命团体 另一拨人把它们踩成地平流氓 这样两极分化 其实对你认识这个组织没有任何帮助 我们也知道这个鸿门它在中国历史上 它出现于清朝 清朝整个从清初开始一直到清末 它始终有着三个比较大的帮会组织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个青帮 红帮 割老会 那么完了以后呢 到了现代生活中 他们其实都留下了自己的隐蔽 为什么说现在一提到这个鸿门 尤其是提到这个志工堂 就会有这么多人发生联想 因为这个鸿门尤其是 成立于美国的志工堂 志工总堂 以及它后来改建的几个组织 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 在中国大陆的志工党 在海外的 主要源于美洲的美洲志工党 或者叫鸿门志工党 它另外其实还有一个党派 叫什么呢 叫中国明治党 这三个党派都是源于鸿门 而且都是源于鸿门中的 志工堂 这么一支堂口出来的 当然了其他还有一些党派 你比如说马来西亚的私会党 它也是源于鸿门 类似的这种会党组织 现在还有 真正以党派名义 保留到现在一直在活动的 其实主要是这三家 我们看到去年 2017年 2017年加拿大多伦多 它举行了一个庆祝 就是多伦多的这个明治党 它成立 有一个纪念 纪念什么呢 是123周年 就从它这个组织开始形成 其实中国明治党 它成立时间是1946年 那么完了以后 我们知道渊源最长的 你往跟上倒 也就是1925年 陈炯明 在旧金山成立的 这个中国志工党 现在活跃在内地 我们知道现有的一些明星 你像张子怡啊 李冰冰啊 他们都是来源于 志工党的中央委员 参加了政协 这是中共1949年 留下来的八个拍手党之一 那么完了以后呢 1925年 双十节的时候 中国志工党 是从鸿门的志工总堂改建的 两个月以后 因为陈炯明退居到香港 所以中国志工党 它的总部就是在香港 那么完了1945年 司徒美堂 回到中国 成立了一个 中国志工党 这个党派 它其实 是在纽约成立的 它只是把它带到了中国 完了之后 46年 它又在上海 成立了一个 中国明治党 那么鸿门 尤其是这个志工总堂 它是一门三党 其实现在除了中国志工党 由陈炯明带回来的这一支 参加了49年的政协 在国内活动以外 剩下来的两个都主要活动在美洲 尤其是这个美国和加拿大 美国加拿大 古巴 主要是这几个地方 所以大家呢 不要把它搞混了 一提到志工堂 就认为 它是跟九三学社一样的 在国内忙着给共党拍手的那 八个拍手党之一 好了 乖 其实呢 不是这么回事 它一共有三个党 其中有两个是志工党 一个是中国的 一个是美国的 或者我们把它称之为叫 美洲志工党 那么明治党呢 它同时也存在 也是源于它的 所以你要提到党派 不要那么敏感 不要认为它是中共下属的 一个派别 因为美洲的志工党 跟中共是没有关系的 那么我们知道了 你要说一点关系也没有 可能也比较牵强 为什么呢 因为志工堂 志工总堂 它牵涉到这个 几个主要的历史人物 我们熟知的这个 孙中山 罗斯福 陈久明 分别都在志工堂 尤其是总堂 没有搬迁之前 在旧金山总堂 发生了一些故事 其实这个东西呢 你要把它掰开来说呢 很简单 因为这个 鸿门成立的这个志工堂 这一个堂号 它原先的名字叫 鸿顺堂 是170年前成立的 那么成立了50年以后呢 当时旧金山市政府 你要报备非盈利组织 这么一个牌照的时候 为了防止清政府干预 所以才把名字改成了志工堂 它是这么个东西 1903年的时候 黄山德 担任志工堂的主事 那么完了 孙中山的哥哥孙梅 跟他关系比较好 因为考虑到孙文 就是孙中山 要获得 美洲 侨胞的支持 要到美洲来活动 因为鸿门 在美洲的势力比较大 涉及到南北美的各个国家 所以孙梅就写了一封信 委托这个黄山德帮忙 来保护孙文的安全 那么黄山德考虑到 这个孙文提出来要推翻满清 跟这个鸿门的这个宗旨是一致的 所以他就写了信 让夏威夷那边 就他做宝人 让夏威夷那边呢 就是让他入门了 给他开了香糖 给孙中山 安排了一个红棍的 这么一个会类的位置 讲起来也算一个大佬了 所以第二年 就1904年 孙中山从夏威夷 到这个旧金山的时候 因为当年还同时活动的一个叫保皇会 这么个东西呢 它类似于清廷的这种爪牙 他们就举报了 就说那个孙文是清政府的侵犯 那么海关就把它扣下来 正因为 因为黄山德的这个宝举 孙文在夏威夷就已经加入了鸿门 而且有了一个地位 那么旧金山总堂就可以便于营救他 因为都是鸿门兄弟 17天以后 孙文被释放了 孙文跟这个 志工堂的渊源 还有一些 跟着就是那个司徒美堂出现 司徒美堂 在波士顿接待了孙文 跟他同住了五个月 同时兼任他的保镖和厨子 因为我们知道 司徒美堂他本身就是 从小习武 获一手厨艺 甚至在美军的军舰上 当过厨工 当然了 他20岁好像也打死过人 是吧 在饭店 打死过一个白人小流氓 因为他当时已经是鸿门兄弟了 所以鸿门帮他请了律师 关了十个月 就打死一个白人小流氓 只关了十个月就出来了 孙中山也是一样 因为他是鸿门兄弟 所以他出了事以后 鸿门为他聘请律师 甚至抵押了唐产 就相当于公家的这种财产 志工堂的财产 来担保他 最后关了十七天 把他放出来 所以有很多人 对这个鸿门兄弟内部的救援 非常感兴趣 这就是鸿门 为什么 在海外受到欢迎的原因 其实呢 我们经常说的这个 三大帮派 它是有一定的区别 鸿门呢 它是比较从信道教 和中国的一些民间信仰 相对来说 他入教的人 入会的人 他都视同为兄弟 清邦 跟他就不一样 清邦比较崇尚的 叫罗教 那个东西呢 它来源于佛家 所以他是拜师徒的 还有一个就是歌老会 歌老会更搞笑 它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那种扁平化的组织 它没有一个核心 歌老会呢 它每一个小的地方 甚至一个乡 一个村 甚至一个街道 它都会有一个 甚至几个歌老会 它这种组织 它组织与组织之间 它是没有上下级 这个隶属关系的 它只能说 你是刨哥兄弟 人与人之间的 互相有往来 但是组织与组织之间 它是平级的 历史上 尤其是民国之后 尝试过就搞这个 必须性的统一合作 其实到现在为止 它还没有搞成 就刨哥这个组织 它跟它不一样 跟青红帮都不一样 青帮一条线 红帮一大片 讲的就是这么个东西 但其实我们在 你看经常有人说 青红帮青红帮 其实它是两个帮 青帮它主要是由 朝运开始 它这个东西 它是帮着青朝 去搞这个粮食运输的 就是我们后来说的 朝帮 青帮它由这个东西 延续下来的 红帮就不是了 红帮从目前知道的 情况上来看 它主要的这个源头 应该是我们经常在 武侠小村里看到的 那个陈静兰 就是经常 他的本名应该叫陈永华 这个人 他是南明小朝廷 他是跟着这个 郑成功混 那么当然了 这个当年可能 反清的一些 小型的起义 或者会党之间的 一些串联 很多人都在用 这个陈静兰 这个名字 不一定都是他 但是传说中 鸿门的 祖师者是他 或者说 创始人是他 那么另外一支呢 他拜的是 这个少林武祖 所以这个鸿门的渊源 各有各的说法 到现在为止 全世界大概有一千万 在邦的兄弟 就是鸿门 他其实分支很多 人数也是众多的 现在据统计啊 大约一千万 你按这个数字来算 这就很大了 因为我们经常说 海外华人 大概五千万左右 你多也多不到哪去 一千万在邦 这个数字就很大了 因为我们知道 在内地 在邦的兄弟 应该来说是不多间 即便有 也很少 当然了 你像那个中国制工党 这一类的 就几乎可以不算了 因为他们现在 只是一个附庸 根本跟这个帮派 它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只是从渊源上来说 它是属于 鸿门的一个分支 那么中国历史上呢 有组织的这种 黑社会团体 它其实很多 个体的我们不算 我们就算有组织的 渊源最早的 应该是墨家 我们都知道 这个墨家呢 他源出于儒家 完了以后 你不管孔子也好 这个孟子也好 韩非子对他的描述呢 都是龙墨重比的 你不管是恨他也好 骂他也好 他确实起到了 一定的作用 墨家和其他的这个 百家 他是不一样的 你看冰家 龙家 儒家 法家 他是不一样的 为什么说不一样呢 他不仅仅是一个 哲学流派 他其实还是一个团体 他有一个句子 他始终有人是分管 医学啊 什么哲学啊 包括这些工匠的 他整个这个帮会 他是很严密的 虽然我们知道 墨家留下来的 主要是一个墨变 就是墨家称为叫变学 有人把他称之 有人把他考证为 世界三大古典 逻辑学体系之一 就是说你从这个 哲学体系上来说 他是古典哲学体系的 三家之一 在中国 他是中国古典 逻辑学的 由来 那么完了以后呢 这个墨家 他发生了很多故事 就流传下来的一些东西 他其实都跟他这个团伙 有邻居力 有关 所以你要真正说 黑社会 或者反社会 反王权 那么这种组织 中国有史以来 你要算 时间的话 最长的应该算是墨家 第二个呢 大概就是一千年前 形成的这个白年教了 白年教这个组织呢 他是属于跨朝代的 他不仅源于白年宗 他也融合了米勒教 那么完了你看 一千年来 每一次造反都离不开他们 你不管他变的是什么名字 其实他的历史更长 那么鸿门 青帮 各老会 他主要形成于清朝 历史都不算很长 现在绵延下来的这个帮派 我们看到的最大的 就是鸿门 那么鸿门也好 志工堂也好 志工党也好 他中间有一定的渊源 但是没有 特别的这种关系 不要把他们看成是一个组织 尤其是美洲的志工党 他和中国内地的志工党 他完全是两回事 不用说谁是谁的爪牙 饭不着 他有联系 确实有 为什么呢 因为志工堂 尤其是这个志工总堂 在斯通美堂时期 很是红货 他不仅在1904年 帮助了孙中山 1908年 他还雇佣了 刚刚开始出出茅庐的 罗斯福 我们知道这个弗兰克林 罗斯福后来担任了美国总统 当时斯通美堂 也是算慧眼师英才 1908年 就把他聘为 法律顾问 1925年 陈炯明 协助 志工堂 改成一个政党 但是他改完了以后 他把他带回香港 所以这一支呢 逐渐的 他就没有在美洲留下什么印记 一直到49年 他们归属于中共的附庸 那么美洲这边他们没有闲着 志工堂还是存在的 只是后期移到了纽约 而不是保留在旧金山 所以旧金山的这个所谓的总堂 应该算是一个遗址 那么抗战期间 司徒美堂 不仅回了国 做了一些深远 而且他在美国也发动了 在美的侨民 进行募捐 支持国内的抗战 大概有一个统计数据 是统 一共计算下来 一共是多少呢 一共是1400万美元 就是募集了这么多钱 在40年代 30年代 40年代 抗战的这个过程中 一架战斗机 也就35000到4万美元 可想而知 鸿门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1400万美金 对抗战起到了很大的帮助 那么抗战结束以后 司徒美堂这一支 就是美洲之工党 他其实是支持 毛泽东这个政权 所以1955年 司徒美堂是死在北京的 给他的这个功绩 不仅毛泽东 朱德 献上了花圈 而且是由周恩来总理 祖祭的 现在呢 有些人很怀旧 觉得这个鸿门 尤其是志工堂 他曾经为革命 做出了贡献 但其实已经不一样 历史是历史 汪精卫 还炸过摄政王呢 作为美国 现在的一个合法的团体 他现在基本上 已经是走上正道 没有必要把他认同为 一个黑社会 但是也不要 把他吹嘘成一个革命团体 他们跟革命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反清复明 早就已经是过去式了 现在的这些党派 他无非就是一个护短 你是在帮的兄弟 你就会获得一定的帮助 这是有帮规的 你不管是青帮 红帮 还是抛歌 性质都是一样的 我们知道有很多人 你不管是他因为比较自卑也好 还是因为 从小受的教育也好 他们非常崇尚这个敏感 他们要找组织 对吧 他心里 是有一种想法的 这种想法可能他说不出来 或者把它称之为叫潜意识 但他买上一身名牌 穿在身上的时候 他会四处去招摇 我们只能静静地看 他会不会购心 它们已经可不出益 剧业 就像这样 你 你 谢谢观看